现在看到纽约时报爆料了白宫去年 不断的跟南达科塔州的州长联系 说他们想要在总统山上面树立川普的头像 这消息是属实的吗 交给回评 好的谢谢新华 我们现在看到这张照片 这个就是美国知名的总统山 它的正式名称叫做拉蛇摩尔山 那其实现在纽约时报揭露说 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很想要成为这座山上面的第五颗头 这张照片其实是今年这个国庆七月四号的时候 总统川普亲自到这个地方来举办了一场庆祝大会 那就是美联社的记者拍下来的照片 这个角度取得真的是还不错 就把他的头发刚好放在第五颗头旁边这个地方 那其实大家也知道说 他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 其实这个总统山纪念的是美国四位非常有名的总统 分别是乔治华盛顿和汤马斯杰弗逊 以及老罗斯福还有亚伯拉罕林衡 那这个唐纳川普有可能会成为第五颗头吗 这个是今天就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 但是我们要知道说 其实纽约时报的爆料 他们认为说川普计划这件事情已经很久了 我们来看到这张照片 这个这名这个女州长 其实就是南达科塔州的女州长 那么川普呢 其实跟他已经有多年的会面 而且一直有提到这件事情 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 川普就在造势大会上透露说 他认为把自己的头像 把自己的脸登上总统山 是一件还不错的主意 到了2018年的时候 他在白宫会见这名女州长的时候 其实根据消息人士透露 当时女州长很惊讶的是 他跟总统握手的时候 礼貌上跟总统说 欢迎你到我们这里来看看 因为我们这里有总统山 但是那时候川普就回答他说 你知道其实我很想让我自己的脸 登上总统山吗 那州长以为他在开玩笑就笑了 就他发现川普并没有笑 因为川普不是在开玩笑 川普是很认真的在跟他说这件事情 到了2020年 就是今年的时候 白宫方面跟这个南达科塔州 进行了联系之后 他们就安排川普 飞往这个地方来举行国庆大会 分明就是希望能够顺水推舟 让川普这个一路 可以真的登上这个总统山 但是我们要知道说 其实这个总统山 长起来是具有一些争议的 他其实是当初在美国建国 150周年的时候 希望以此作为一个建国的纪念 但是当时就引发了 那个时候的总统跟国会之间的攻防 因为国会认为这个举动 太浪费公堂了 所以一直到1927年 这个建案才正式拍板 由一名雕刻家花了14年的时间 率领400名的雕刻工才完成 但是其实到最后还没有到正式完工 1941年的时候 这名雕刻家就去世了 而且加上当时资金不够 所以四名总统 其实原本是要雕出整个半身 所以后来只有雕出头像的部分 所以整个半身像最后就缩水了 那这个其实当初建总统山 是为了要吸引这个南达科塔州的 这个观光人潮 的确也达到这样的效果 因为现在预计每一年都吸引 大约200万的游客到此一游 但是这也引发当地的原住民不满 因为这个拉什摩尔山呢 其实是位于黑山山域 那黑山山域其实对于当地的原住民来说 是一个圣山 所以原住民一直都认为 这一项工程对他们的祖灵来说 是一项侮辱 所以在1948年的时候 当地的酋长就拜托了 另外一名雕刻家 在这里雕刻了出他们的 印第安的英雄叫做风马 这个人其实是在19世纪的时候 率领这个印第安民族 跟美国入侵的政府 来进行这个交战 那这一名这个风马的头像呢 其实到了1998年 才完成头部的部分 而且这名雕刻家也因为 也后来也去世了 那目前是由他的后代 正在努力的赶工当中 那其实我们来看到 总统川普的这个大梦 其实对于国外媒体来说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今天我们大家都很关注的 美国卫生部长来台访问的这件事情 那其实对于外媒来讲 他们认为其实就是川普的另外一项计划 他们尤其是这个日本的产经新闻 他们今天一篇报道说 阿扎尔来到台湾 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目标 就是他们希望能够跟台湾讨论这个 能不能够成立新的WHO组织 因为台湾一直被世界卫生组织排除在外 他们认为说 从这个台湾的防疫做得这么好 那有没有可能成立新的组织呢 不过这一项消息 已经被总统府严正否认了 但是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 其实他们的驻台记者 也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的分析 他认为其实对于这个美国来到台湾 官员来到台湾进行访问 为台湾造成了一个新的风险 因为我们很有可能会成为川普这个抗中的一颗棋子 那我们最后就来看到 其实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又引了一个风波 那就是他周末的时候签署了行政法案 他绕过了国会 要直接进行这个美国失业民众的补助计划 但是他这个失业补助 却要州政府也帮忙出钱 这是让美国的民主党气的跳脚 那川普也知道这个是自己是违宪 所以他还把态度放软 说他愿意跟民主党坐下来谈 We'll be able to do it as long as we deem it necessary and I will say this the democrats have called they'd like to get together and we say if it's not a waste of time we'll do it I hear that Nancy Pelosi wants to call and she wants to see if she can do something but they're much more inclined to make a deal now than they would have been two days ago he's saying states have the money no they don't my constitutional advisors tell me they're absurdly unconstitutional but right now our focus and that's a parallel thing right now the focus the priority has to be on again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sufficiently allocating resources to send children to school not threatening schools that if they don't have actual attendance they won't get the federal dollars so given that are negotiations going to resume or are negotiations dead I hope so